第30系迷你卡包的封面怪 飢煌神 各位好 我是晚熊哥 其實現在已經越來越好猜出 卡包可能是什麼 簡單來講就是 接著要出哪一個活動的人物 因為他都會預先公告嘛 你就會知道可能會出哪一個卡包 像三妹 像這個四爺都是一樣的道理 那接著要出 因為接著好像 12月初有一個活動是跟飢煌帝有關的 對好像是要打太一組織吧 忘了 對那裡面就有雞皇帝 對那所以他當成封面怪是不意外了 好我們來看這個卡包吧 第37迷你卡包裡面有三個系列 A是雞皇帝有五張 B是魔戒劇團 魔戒劇團是好像是 折杜真無的後期使用的卡 那C是機動物龍 那這兩個B跟C都是屬於這個擺盪牌組 所以等下的效果都又臭又慘 對要記擺盪效果又要記這個 灌獸效果 麻的煩的 有的煩 對還要記 科度又要記這個 等級 好最後是其他 那預計在12月10號 做上市 好首先 雞皇帝 那雞皇帝裡面 有分三種種類 一個是雞皇帝 雞皇兵 跟雞皇神 雞皇兵是小怪 也就是運作的 牌組運中的關鍵 那雞皇帝是中怪 中怪就是他常常被破壞就可以跳下來 然後那雞皇神就是雞皇帝裡面的大怪 那首先這張雞皇神 的這一張 攻擊力4000 守備力4000 他要從手排送目四張雞皇帝才可以 從手排做特殊召喚 那 他可以 就是一樣隻雞皇帝的共同的效果就是 他可以吸對方的同步怪獸然後增加攻擊力 那如果方主要階段時可將一隻自身效果 裝備的怪獸送入木地并發動給予對手相當於攻擊力一半數值的傷害 那發動的時候就不可以給戰階 就是他可以把你裝備那張送木然後再扣血啦 對那就是雞皇帝的效果 好雞皇神 那這張雞皇帝神智 的同步吸收這張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那個 暗K騎士蓋亞士兵 就是用來補刀或躲坑用的啦 他是 可與對手對方回合 將一隻我方場上表測表示的雞皇怪獸送入木地 從手牌特殊召喚雞卡 對那他沒有說一定要雞皇帝或雞皇兵或雞皇神 反正是雞皇之名 那他就可以把他送木然後從牌組跳下來這一隻 對 雞卡特殊召喚成功時可以將對手場上的怪獸為對象 那使該怪獸無法攻擊 對 第三個效果 破壞場上的雞卡 發動時可釋放雞卡來發動時 該發動 無效並破壞 他就是有點像新成龍的那種抗性 只是他 只是他釋放後他不會回來 對所以他簡單來講就是躲坑用的啦 對 好 那雞皇帝的小怪這張這張還蠻重要的是運轉的關鍵卡 因為雞皇帝常常在運作的時候雞皇帝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他是時選發 他不是場合選發 對所以很常會有這個錯過時機點的問題 那像這一隻雞皇兵就不太會有錯過時機點的問題 他就讓整個運轉更加的流暢 對 那他的效果是 他自爆後他可以把自己破壞後 然後從牌組跳兩隻 雞皇兵的怪獸 對 以守備表示特殊召喚 那最好是跳不同名的 對 那以此特殊召喚 以此效果發動後 直至回合結束時 我方僅能特殊召喚機械組怪獸 那就看你要用這個雞皇帝在做什麼樣的這個效果 第二個效果是 史卡被送入墓地的場合 可以發動場合 所以已經改為場合選發了 對 與此回合的結束階段給予對方場上 喔這個是扣血的啦 對 那他的第一個效果是 破壞自己嘛 那破壞自己的時候如果你手上還有譬如說 這個神智 那你就可以再跳下來 所以 最多可以用這一張卡然後 把三張怪獸 就是場上三張直接鋪滿 對 好雞皇帝創造永續魔法卡 那他是這一家是重要的本家檢索卡 此卡作為發動處理時可以從牌組加一張雞皇羊怪獸加入手牌 那可以捨棄一張手牌將一張我方場上的怪獸為對象 發動使該破壞怪怪獸 那你就可以用這張卡來自炸 但是你要丟一張手牌其實有一點 除非你有讓目的可以比較好運轉的啦 對 那但是他炸掉自己的同時就會觸發第三個效果 我方場上 表測表示的雞皇怪獸因戰鬥效果被破壞時 可將場上的死卡以表測 可將場上死卡以外表測表示的魔法陷阱作為對象破壞該卡 可以炸對方的一張表測 對 所以檢索後如果你要自炸你還可以多炸對方一張表測魔線 但是因為現在DL表測魔線沒有到很多 所以這張卡還好 雞皇管制 那這張雞皇管制是速攻魔法卡 他是把攻擊力都集中在其中一張雞皇帝身上然後去幹對方 對讓他拳頭變大一點 然後他在目的可以做代曝 對看起來是有變強 但是我覺得應該這張卡還是關鍵啦 這一張 好那現在來看我們的魔界劇團 魔界劇團是一個非常複雜 我個人是看了很久的 我昨天沒有出影片就是我在研究魔界劇團 對我是很認真的在 做這個影片的 對 對那 難免會講錯嗎 阿你 你講錯你就糾正一下 大家的態度可以好一點 對 就是 我不會對 這個觀眾有敵意 但是 大家 眼光不用那麼的 就是用詞不用那麼的強烈 對我又沒有說我自己是超級厲害 對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魔界劇團 那魔界劇團他的這個怪獸 是以主打是惡魔族暗屬性的擺蛋怪獸 對所以他的全部都是中白卡然後都是惡魔族暗屬性的 他是在ARK5 動畫中這個 這個 澤渡 在劇情後期使用的 那 十分獨特 那他的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字數很嚴重 就是使用他的效果之後常常都只能 特招自己本家的怪獸 對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因為最煩的就是有擺盪效果會有怪獸效果 我們就 分怪獸卡跟魔法卡一起看 好我們先看怪獸卡 怪獸卡 統一系列全部都是擺盪嘛 對那刻度有 零啊 一啊 二啊 三啊 對那 他的大刻度的話 我沒有把他特別擺上來啦 對那 他的零卡 零擺卡的字段 他的這張卡他就會寫魔界劇團 所以他的本家的字段就是魔界劇團這四個字 對 那零擺的效果 主要是他可以回收 檢索本家 的一些卡 就是你可以從 擺盪區回收 也可以從牌組拉 也可以從這個墓地 對所以他可以他的回收的資源還蠻多的 對 好 那怪獸這個魔法卡的部分是叫做魔界台本或者是叫做魔界劇本也可以 那主要就是這一系列的卡是他都會搭配零擺卡的 效果會拉到場上或者是覆蓋在後台 對 那你就可以做進一步的使用 對 那他最大的特點是 只要你這個零擺卡你是蓋著的情況下 在後台 然後被對手 炸掉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些強烈的效果 包含抽到五張牌 或者是彈對方所有的牌 這種很 OP的效果 但是喬天也很明顯的 你一定要被對方炸 對 所以 我們 這一次出的牌裡面 沒有到非常能使用這個效果 主要是因為 這兩張卡沒有出 那這兩張卡一張是方便你魔界劇團堆目的 那你去堆其他的牌再回收來用 但你沒有出堆目卡 就沒辦法精準的檢索你要的卡 那第二個是魔界劇團的左邊這一張是 可以讓對手來 強迫對手 炸你後台的 那這張卡也沒出 對所以我就覺得他運作不知道會不會順 那可能有玩過的可以再提醒一下 好那我們就來看吧 首先 魔界劇團巨星 這張卡非常重要 他是主力的打點怪獸 等級是7 那刻度是3 對攻擊力有2500 那他的擺盪效果是 他可以回收目的的這個 魔界劇本 就是魔界台本 魔法卡為對象 然後是加入手牌 不會到後台 是直接加手 對 好那我們還是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擺盪卡會佔後台的問題 所以這個技能可能要想一下 對 但是他要釋放場上的一張魔界 怪獸 那以我方目的的魔界劇本魔法卡為對象 把他回收 那他的怪獸效果是 此卡召喚特助召喚成功時 對手不可發動魔法陷阱 那第二個效果 一回合一次 與我方主要 階段 從牌組將一張魔界劇本的魔法卡 蓋在我方的場上 那以此效果蓋牌的結束階段 會被送入目的 那 通常會去拉這一張 通常會拉 魔王降臨 因為魔王降臨是大破壞的炸怪 而且 他剛好是七星 搭配魔王降臨 等下會講到魔王降臨這張卡 就是可以做一個這個combo 那接著是 魔界劇團成熟女主角 這張也蠻重要的 他可以 支付1000點生命值 從牌組將一張 這張卡以外的魔界劇團的 鐘擺怪獸加入手牌 那看你是缺刻度還是缺怪獸 那 這次回合結束時 我方只可特招魔界劇團的 鐘擺怪獸 所以他是本家的重要的 檢索0百卡的關鍵 好 那他的效果是 第一個是 他在場上如果有0百怪獸被戰撲 他可以從手牌跳下來 對而且他的刻度非常好 刻度是0 對 那第二個效果是 如果有魔界 發界魔界台本的魔法卡的時候 他可以從這個 牌組 他可以從 牌組特殊召喚等級4以下的魔界劇團的 鐘擺怪獸 那 以此特殊召喚效來的怪獸結束階段返回到持優者手牌 會彈回到手牌 所以他也算是一張蠻重要的 可以檢索 然後又可以 這個 就是 防回殺 然後又可以特招其他的 對 好那接著是魔界劇團狂放希望 這一張的刻度非常的棒 他是 設置在0百區 他可以讓另外一張魔界劇團的刻度變為9 那你就會發現魔界劇團的這個要叫大怪 他的 等級就是7 有7跟8的 所以你的刻度是9 就很好用 好那他的怪獸效果是 一回合一次 我方主要階段發動 這個是上升 只是回合結束時 令慈卡的攻擊力上升 我方魔界劇團的怪獸種類乘上100 那最多也沒有加多少 對 那第二個 此卡因戰鬥或效果不破壞時即可發動 從牌組將一張 這一張卡以外的魔界劇團的卡 就是檢索本家的這個怪獸 對 因為 魔法卡的名稱叫做魔界劇本或魔界台本 所以他沒辦法檢索魔法卡 他是檢索怪獸卡 好魔界劇團的 惡魔反派 那是 裡面的大怪 那刻度是1 然後等級是8 對不對 但是應該也不會放太多張 因為剛剛有刻度9的嘛 那就這張就可以 擺盪出來 那這張是主力打手 他主要是 可以降對方的攻 然後戰破對方又可以回收對方的魔法 攻擊力又有3000 對他把對方攻擊力降低就比較容易把對方打爆 魔界劇團 莽撞星人 好那這一張的連擺效果很不錯 我方場上的魔界劇團怪獸因戰鬥或對手效果遭到破壞時 可破壞此卡 作為代替 那破壞的卡又會回到擺盪區 對 那不是擺盪區啦 就是額外表測 好那中擺效果是 第一個是此卡一回合一次 不會因戰鬥或效果被破壞 攻擊力前期還行 第一個效果怪獸區的磁卡因戰鬥效果被破壞時即可發動 從牌組特殊召喚一隻 這一張卡以外等級4以下的魔界劇團怪獸 所以 如果他被打爆或被破壞的時候他可以補刀出來 補其他隻出來 那也可以 但是沒辦法補自己啦 第三個 那如果磁卡是在擺盪區被破壞時 可以對手掌上一張等級4以下的怪獸作為目標破壞該怪獸 你炸他擺盪區 但是擺盪區他本身可以防破壞一次 沒有沒有他是防那個 他是保護場上的怪獸 那你在保護的同時 你帶破了 又可以觸發他的第3個效果 去炸對方的小怪 但是只能炸小怪 對他只能炸等級4的 接著是魔界劇團 標誌女主角 那0-100的效果是 你吃到傷害時 你可以選擇你要降對方攻擊力 還是你要 這個回收表測額外 但是你就要先設置在擺盪區 然後再吃到對方的傷害 對 好那怪獸效果是 那 這個 他是說 當怪獸區的死卡因戰鬥或效果被破壞時即可發動 從牌組 將一張魔界 台本 魔法卡並放置於我方的場上 對 你可以從牌組直接 這個把我們的 這個魔界 這個台本直接拉到場上了 對所以你會發現他蠻多手段是可以搭配他的魔法使用的 你可以 像這一張就是 可以從目的剪 對 那這一張是直接從牌組拉 對 然後 這一張的話 就是剛剛講的嘛 可以直接從這個牌組蓋 就拉到前台來 好 那這個魔界劇團閃耀小明星 他可以讓 他攻擊力雖然儲1000 但是他的擺盪效果是 可以讓你的本家怪可以灌對方三拳 但是你要自己去算 因為他是一回合一次以我方場上的一張魔界劇團怪獸為對象發動 死回合該怪獸於一次戰鬥階段最多戰鬥怪獸 三次 可以打怪獸三次 那但不可以攻擊 除對象 這個以外的 讓他血殺小 除 攻擊對象以外的 我就是 呃 除 呃 就是 他 可以讓對方只能打你啦 這寫的有夠爛的 這寫的真的很擠 我看這個就是看的很吃力 寫的真的很奇怪的敘述 一回合一次 可以以我方場上一張魔界劇團怪獸為對象發動 此回合 該怪獸於一次戰鬥階段最多可以攻擊對方三次 可以打對方三次 然後後來又寫 但不可 但不可攻擊 除對象怪獸以外的我方怪獸 他意思就是對方不能打你以外 但是你前面明明就是在講我可以打對方打三下 現在又突然又講說對方不能打你 這是 很矛盾 對啦也沒有矛盾 只是寫的很 很不清楚而已 好 好那他的怪獸效果是 可以讓這張卡 在戰鬥中最多攻擊對手的怪獸三次 而且不會贏戰破 這回合不會戰破 在這個回合 好那接著都是一系列的魔法卡 你看到每一個都藏的跟什麼一樣有沒有看到 那我就簡單的講就好 那這一張魔戒劇本魔王教練 這張是主要的清場 解場的關鍵卡 對 那 他是 可以我方場上表測表示的卡牌為對象發動 其實數量最多 我方場上攻擊表示的魔戒劇團怪獸種類 譬如說我有三隻魔戒劇團 然後都是攻擊表示 那 迫害該卡 然後 就是 你可以 譬如說你有三隻 你就是三種就是炸對方三張卡 對就是這樣子 那我方場上存有等級7以上的魔戒劇團怪獸的場合 針對此卡的發動對手不可發動效果 也就是說你搭配等級7的這個 百張卡你就可以 直接對方沒辦法連鎖的直接炸 你直接炸爆對方的台啦 對他只能炸表測 對 好那第二個就是我講的 只要是魔法卡系列的 蓋在後台 那都會 觸發一些強烈的效果 那他被他蓋者被對方炸的時候他可以檢索兩張的本家的卡片 對 好但是要不同名的 好那這個是魔戒劇本浪漫告白者速攻魔法卡 那他的效果是 挑選我方場上一張魔戒劇團中擺怪獸返回致持遊者手牌 並從我方額外牌族以守備表示特殊召喚一張原本卡牌名稱 與返回手牌 怪獸不同的表測表示的魔戒劇團中擺怪獸 你看寫的超長 對 那意思就是你用手牌 用場上的去換你額外 表測額外的啦 對 那他被蓋牌被炸的時候他可以直接從牌組蓋本家的這個魔線 對 好那開幕典禮他主要是拿來補血的 那第二個效果是超猛 如果他被蓋牌的時候被炸可以直接把手旁補到五張 對 好接著是火龍的助處 好那 如果有火龍的助處是 讓本家怪獸跟對方如果你戰破對手後對方直接噴三張額外的牌出來 額外牌組直接噴三張出來 對 那第二個效果是被蓋的時候 炸的時候可以除外對手的一張手牌 所以我就說 之前面前面就講魔戒劇團的卡如果蓋著被蓋 被炸通常效果都還蠻強的 對所以你 一般人也不會傻傻去炸 對那他本 他可以讓對方炸的牌他又沒出 對 魔戒劇團的這個 燕癡 燕癡女 什麼什麼他女 好那他可以 釋放我方場上的魔戒劇團怪獸 並將我方目的的一張魔戒台本魔法卡為目標發動 將他放在牌組的最上方 那第二個效果 在我方的額外牌組中有這個 表測表示的魔戒劇團的鐘擺卡存在時 放置後的磁卡因對手效果被破壞時即可發動 從牌組特殊召喚任意數量的魔戒劇團 就是 被蓋 他如果是 這個 蓋著然後被炸的時候他就可以直接從牌組直接拉起他的魔戒劇團 對 那各位我剛剛有漏講一個就是 魔法卡發動有一個條件是你 除了要蓋著被炸以外 你還要 額外表測有這個 魔戒劇團的怪獸才可以 好 那魔戒劇團就是一個我覺得很複雜的一副牌 對那簡單的講一次 就是巨星就是用來撿後台的 就是撿木地的 然後拉 然後可以去保證他的續航力的 那這個是檢索卡 然後又可以 搭配 戰破跳下來 那這個是主要讓他刻度變成9 對 然後這個就是打手 那這一張主要就是 可以帶破 然後又有抗性 對 然後這一張主要就是 戰破或效破可以蓋 好那這一張是 主要是讓他可以攻擊次數變多 好這一張魔戒劇團是有 破壞抗性 然後這一張是主要的解場 炸場卡 然後這一張是談對方 就是破壞對方牌組的 好 那這一張是 可以補血或者是補手牌的 然後這一張是 噴對方額外的 好然後這一張是回收的 對 所以很複雜啦 要自己去玩才知道 好來我們看下一個 好機動物龍 又稱為 氣動機系列 那他是水屬性機械組 的零百怪獸 那零百顆度統一是3和6 那他自己的怪獸是4和5 所以他有設計過的 你只要有3跟6 你的怪獸都可以任意被稱擺盪 4跟5的都可以出來 好那 他統一的效果是 如果你的經驗的刻度是3 那他設置在擺盪 區的時候 他就是可以防戰破跟效破 保護廠商的怪 那如果你的刻度是6 你可以防指定 讓廠商的怪不會被指定 所以還不錯 效果還不錯 而且他的怪獸效果還蠻暴力的 他都沒有限定一回合一次 你只要資源夠多 你的效果都可以 複數的發動 對還蠻op的 好首先第一張 霸王龍 霸王龍一樣是放在擺盪區 因為他是刻度6 刻度6的就是防指定 刻度3的就是防戰效破 戰破和效破 好那他是 不限次數皆可以發動 他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效果是讓他有 可以連續攻擊 對 然後 可以有貫穿傷害 那第二個效果是 從 從 對手的手牌場上 挑選一張 卡牌 返回 持有者牌組 那 之後 此卡的攻擊力上升100 好但是他是在傷害界 步道的時候 釋放一張 這一張卡以外的 這個 機動霧龍 然後選這個效果 所以 你最多可以兩個都發 對 好 那接著是本家的重要檢索卡 那就是他可以發動的時候 可以從牌組那一張機動霧龍 那第二個效果是 機動霧龍卡牌以表測表示加入 我放額外牌組時 將一張該卡交手 就是如果你的擺盪卡 回到表測額外的時候 他就可以 再把那張拉回到手牌 他是永續 那這張翼龍 那他是刻度3 所以他是 破壞抗性 好那他的怪獸效果是 戰破對方的時候 可以抓本家的這個 卡牌 好那三角龍 那他有 這個刻度3破壞抗性 那所以 他的這張是本家的蠻重要的一個 手牌特招點 我方場上 怪獸僅為 機動霧龍三角龍以外的 機動霧龍怪獸的場合 茨卡可以從手牌特殊召喚 對他是 等級5的 好 機動霧龍 吉龍 那 一樣是刻度3有破壞抗性 那怪獸的話 他一樣是不限次數都可以發動 他可以釋放我方場上除此卡外的機動霧龍 選擇以下效果 一個發動 但是沒有說 這個一回合一次 那此回合 此卡可以直接攻擊 此回合於一次戰鬥階段中可以攻擊兩次 所以你的資源夠多的時候 你可以拿 這個釋放 可以直接攻擊 又可以直接打兩次 所以你就可以 最多有5000的傷害 這個 霧動力輸入 那他可以讓場上的機動霧龍攻守上升300 那我方的機動霧龍戰鬥 進行的場合 傷害不咒時 對手不可以發動 魔法陷阱 怪獸效果 就是讓你的攻擊是無敵的 好機動霧龍 突擊 那牌組中可以直接跳一張 這個機動霧龍怪獸出來 但是他是陷阱卡 所以他會慢一回合 那跳出來的 卡他不受其他卡牌效果影響 對但是結束階段會爆掉 所以出來的那張卡基本上暫時無敵 對 但是你自己也沒辦法對他有影響 好機動霧龍劍龍 那有破壞抗性 那傷害計算後可以破壞對方的怪獸 機動霧龍蛇頸龍 那因為他是刻度6刻度6是可以防指定 防本家卡被指定 在鐘擺區的時候 對那怪獸效果是降對方的攻擊力 只要斯卡存在場上 對手場上攻擊力守備力下降 我方場上機動霧龍卡牌數量乘上100 所以連表測的 連那個鐘擺區的也算 對魔法性型也算 好機動霧龍的萬龍 那因為是刻度6所以一樣是防指定效果 那對手場上有大怪獅 他可以方便從手牌特招 對如果我方場上不存有機動霧龍 萬龍 且場上攻擊力最高的怪獸存在於對手場上 也就是說可能對手 站著一張青眼白龍 這張可以直接跳下來 機動霧龍甲龍 刻度6 那只要斯卡存在於怪獸區 我方的機動霧龍怪獸 因戰鬥破壞的怪獸 直接從 這個遊戲中除外 對 好 那機動霧龍爆發就是同路人拉對方一起下來 所以機動霧龍的卡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 他 防禦效果還不錯 因為你刻度3的可以 戰破效破 防戰破效破 刻度6的可以防指定 然後本身的效果又可以復速發動 感覺是可以玩得一副 而且 你看他的R卡SR應該還算 還好沒有UR卡 好最後是 其他其他就快速帶過就好 因為沒什麼強卡 那 異色眼雲火龍是 特招成功時可以拉額外 的這個表測的鐘擺卡 那對手戰階是無法發動效果的 這張卡的特色是 1 2等級7的 泛用同步 東方龍那同步召喚成功時 把對手場上一張同步怪獸除外 只能從物外同步怪獸 那是等級6的 好那這張是異色眼的 鐘擺的協調怪獸 他是鐘擺卡又是協調卡 然後又有魔術師字樣 對 好那這張是撒旦老人可以釋放對手場上的怪獸 把這張特招到對方場上 有點像熔岩魔神 只是 只是只要釋放一隻 但是不會燒血 好那這張余輝 非常的 聽說好像會跟居合抽牌 還是什麼做一個比較 簡單來講他就是 比較 複雜去 去讓你可以燒對方血 一次燒兩千 那 因為他有點複雜 就是你要剛好要要抽到他 對那我就不講了 對那我相信一定會有那種一回殺的玩家會研究出來的 好那這個 零擺的白板卡白板卡 那這是三小三小 浪費格子 好 今天影片終於講完了 我這個看這個 這個白板卡我的心情都要非常的平靜 對因為他效果 真的很複雜 對因為你 同時要記刻度又要記等級 又要記白板效果 又要記怪獸效果 白板效果不止一個 怪獸效果也不止一個 喔 真的是很 雜 對然後他的魔法卡又長得很像 怪獸卡也長得很像 超煩的啦 好那如果有魔劍劇團的愛好者 可以在底下補充一下 我來去吃拉麵了